在采访当中我们记者了解到 就是光咱们南京市那个妇幼保健院 每年就能够收治七八十例 因为这奥美定冒充玻尿酸导致的整形失败的患者 就这个数量 上当数量如此之多让人震惊的 那到底是哪些机构把假的玻尿酸 输入到消费者的身体里边去了呢 接着看 百度搜索玻尿酸一下子有很多相关整形内容谈出 在这个人气不错的聊天吧里 不少人在里面讲述着各种有关微整形的帖子 其中这名发帖人还现身说法 贴上了几幅垫下巴的前后对比图 看着就很让爱美者动心 但仔细一看 包括这整个聊天吧在内 都是一个美容中心发的广告帖 对于注射玻尿酸的好处 这名工作人员宣传的很卖力 但是美容中心是否有资质能进行微整形呢 这位工作人员毫不避讳的说 无资质不负责 这已经是业内的一条行规 而在现实中 不少美容院甚至是理发店 也悄悄加入了微整形行列 他们不仅无限夸大玻尿酸的作用 同时也将越来越多的类似产品 甚至假冒伪劣产品 推向了消费者 有没有可以打注射那个玻尿酸 你是微整形是吧 微整形的话我们可能要预晕 如果垫鼻头那个用点玻尿酸是什么价位啊 这个要问医生 因为这个我们不是说很专业啊 但你可以先了解一下 明明是家理发店可员工却拿出了一本厚厚的 包括龙鼻 垫下巴在内的微整形宣传册 里面详细记录着微整形术的实时画面 在我们这边 因为有专业的医生嘛 不知的话到他那边看 他现在有一个那个什么 他六千万年可以包 他肯定是包得到 因为这个好像不是在我们店做 他们那边去做 他跟我们店合作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诊所呢 这个啊 这个好像是在广州的吧 好像是广州的啊 在上海也有 因为上海也有的 有上海的有广州的 还有就是说明星代言都是在那边做的 而在这家比较知名的美容店里 听到记者来咨询微整形 店员虽表示 他们不开展该项目 却还是很热情的向记者推荐起了 外地的一家整形医院 根据规定 从事医疗美容的机构 必须获得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职业人员也必须具有职业医师资格 但面对高利润的吸引 美容店甚至是理发店也纷纷下水 做起了玻尿酸的推销 而为了竞争 注射费用一再压低 这就成为了假玻尿酸履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如何制止这样的乱象 在执法部门需要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 消费者们也需要擦亮眼睛 不要因为贪图便宜 而上了黑整形机构的档 江苏城市品